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HustlerCastonLive,官方中文战的解说员龙凤 今天给大家带来2月24号的直播季节 喜欢的朋友呢,记得点赞,订阅,感谢您的支持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 这有个牌手叫爸爸吗? 这让我怎么解说啊,占我便宜是吧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装卫的小胖气球,40番块先手加注到了500 迪伦拿着口袋5跟了下来 翻牌2,3,8两张草花 翻牌面要啥没啥,这跟俩人真是没啥关系啊 气球翻后直接打了1000 1000没能打走一对5 过了,气球转牌没有再打 想看看合牌能不能摸出来一张10啊 10没摸到 而迪伦还在过牌 这很有意思啊 连续过牌基本表示了迪伦手里应该是中了一个小队 又或者起手的一个小队啊 气球摸清了迪伦的套路 合牌直接叫了他O-in 这谁跟得动啊 这别说一对5啊 哪怕是一手A8我觉得也跟不动啊 来看这一手牌 小马哥圈10 小盲位加注入池 迪伦口的6,丹的口的8,全部跟下来 枪口位做的Straddle 运气不错啊,翻后中赛 Sat8,而且牌面还有Ace 丹翻后并没有下注转牌 哎呦,这8有点多啊,4张8了 看到两个过牌,但有点郁闷 直接打满池 打满池尝试着骗一张Ace啊,来跟住啊 可惜了,这牌太好 以至于实在没对手 迪伦口的6肯定是跟不动了 真希望看看合牌是什么 接着来往下看 这张桌子的节奏还是挺快的 大家都是有好牌就打 玩脏牌去偷鸡的不算太多 哎呀,好久没看到安迪了 安迪上哪去 还有我最喜欢的大本 他都不来了 那么来看这手牌啊 口袋K对上了一手AK 三期开的胜算 两次发牌 丹需要一点点运气了 246 对于丹没有任何帮助 他需要一张Ace啊 转牌合牌 第一次发牌呢 口袋K顺利跑赢了 没问题 ch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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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就需要一张Ace 看看有没有 三八圈 还是没见Ace啊 转牌 方块10 给了单额外 4张狗到此 满打满算7张出路啊 有机会 哦 不对啊 不到7张啊 第一次发牌 已经掉出来两张狗了 丹的运气还不错 这张狗呢 救了他 来看这一手牌 翻前呢 丹拿着一手A5同色 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散败 气球9钩黑桃跟下来 翻牌340 单拿到一个卡顺听牌 这是 打了个半池出来 气球只有一手钩嗨 但他还是跟了下来 转牌一张9 尼卡尔波拿到摊牌价值 但现在一手A嗨呢 还要进攻 8千的波打出了6千 越打越重啊 他很想赢啊 这个牌面 拿什么打6千呢 连打两枪 起手的手对吗 按说手对的话 干燥面啊 没必要打这么凶啊 合牌 气球也没走 气球是真不信单有牌 合牌一张圈 后门的顺子面 这牌面 不是说特别适合去bluff 没什么东西啊 你如果真是起手两队 对吧 你不可能说 每一条接拉那么满 你是为了拿价值啊 你不是为了打走对手 啊 你是2万 单下注1万4 还在偷 有的时候好像就是如此啊 你拿着起手的好牌 你不会说打这么齐啊 这手牌我觉得单 哪怕转牌稍微过一下 合牌再打这一枪啊 都还有点说服力 气球最终还是抓了下来 抓的漂亮 I'm very hard to be bluffed 我是很难被偷鸡的 不要在我身上偷了 别在我身上花这种冤枉钱 再来看这手牌 小气球呢 拿到A圈 在小盲位做了三败 单的A钩已经跟了下来 Styner口袋6 专卫想了想 面对两个对手啊 还是选择了跟住 中6确实收益是不错的 翻牌K圈10 这回单是真拿到好牌了 继续沿用上一手牌的策略吗 6圈的坡打4000 打4000 口袋6肯定是走了 气球呢 看气球会不会跟一条街 毕竟中圈了 跟一条街是有可能的 但是牌面也确实是挺潮的 真要是盖牌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这时间负掉 头是一点都不铁呀 这让单非常的郁闷 拿到好牌 反而是没价值 拿到差牌吧 这别人就不走了 你说怎么回事 继续来看这手牌 球球口袋10 专卫先手加住到500 小马哥一次翻块 小盲卫直接三败 拉到了2500 气球还是跟了下来 没问题 口袋10啊 翻牌 一顶帽子扣头上 马软诺翻后没打 转牌一张K 这对于马软诺来讲是好牌 可以自己继续去扮演自己的AK了 AK呢 打一枪 1000还是2000 2500左右 1000 1700 这枪只打了三分之一破 尼卡尔波被盖上两顶帽子 还是跟了下来 不相信小马哥有K是吧 今天晚上的气球哥真的是很多疑 最终合白草花期 马尔安德的A嗨想赢就必须进攻 AK转牌被跟下来 那么合牌要打多少呢 拿架只打个三千五 竟然直接打了五千 小马哥这个偷鸡可是真下本啊 能奏效吗 小气球没着急盖牌 今天晚上的气球真的是很难被布拉夫啊 哇 又是个跟住 说了不要偷我吗 每个人都希望我能盖掉自己第三大的队子 求求你们了 别再继续了 好烦啊 来看这一手牌 马尔安德五七草花 先手加注到了三百 老爷子大忙位拿到一手K圈草花 三百到了一千七 单挑 老熟人之间的战斗啊 翻牌草花只有一张 二三四的话给到马尔安德双头顺的挺牌 翻后老爷子没有再打 那小马哥占据了主动 下注三分之一 对于双高章来讲还是跟得动的 尤其还有后门花可以追 转排一张圈 老迈克后门命中顶队 继续过 那么 马尔安德第二枪 想着第一枪没奏效 这第二枪也差不多了吧 打得好 老爷子的跟注也马上要到了 甚至是个家注啊 都有可能 跟下来还是有点担心 小马哥起手拿到A5 而最终合牌竟然是张6 哇 这个运气 这就过分了 迈克继续过牌 现在牌面变成了单五成顺 我觉得老爷子没法判断马尔安德是否有武 他只能跟注才能知道对手到底握着什么牌 这牌发的恶心啊 如果不是转牌这张圈 或许老爷子已经被打掉了 来看这手牌 气球呢 拿到K圈 先手加注到了300 迪拉K就跟注 单的一手A4杂色啊 在大盲位做了几压 想把气球给隔走 但是气球却跟了下来 来看这手单挑 翻牌490彩虹面 一个还算比较干燥的牌面 单中一对4 翻后打了1500 这一枪只有三分之一波 气球这是加注了吗 气球这是拿单 是一手AK啊 A圈来对待的 这么反打的话 单还真够呛能跟得动啊 尤其是什么呢 气球啊 已经想到了 对手如果真的是一圈一K 那么转牌 无论中圈中K 对手怎么打 我都得接着 我还不如啊 在翻牌面直接行动 这一枪也是成功的 干掉了对手 来看这一手牌 气球拿到一手一圈 加注到了300 小马哥拿着AK在他身后藏了一下 这一手AK有点脏 翻牌K45 小马哥中K 顶对顶贴 舒服这牌 翻后气球继续进攻 小马哥接着藏 一手AK啊 藏到底 老爷子的一手39翻块 想了想还是负掉了 其实偶尔去买一张转牌也是OK的 啊 翻块ACE 可惜了 老麦克已经走了 其实也不可惜啊 如果老麦克在的话 也不一定就能顺利看到合牌 check check 马上都还在藏 完了 那气球肯定是要打价值的 无论怎么打 他都要吃到一个加注了 尼卡尔布打出了4000 他完全想不到 这个人怎么会有一手AK 这AK翻前不加注 翻后不下注是吧 可以啊 你会玩啊 接着往下看 老麦克30黑桃 加注300入池 其他人都没什么好牌啊 大盲位的马拉诺 K9不同色 选择了护盲 这样的话4人吃 翻牌567 又是连张牌 马拉诺卡顺听牌 翻后打了一枪 老麦克的话 这下顺听牌没法玩啊 Steiner K10盖掉 剩下气球 气球的一对五 中牌反正就不走 转牌 一张圈 小马哥开始一手K嗨 这回他转牌没打 他转变策略了 看来是想留到合牌 气球有摊牌价值啊 过牌是没问题的 那么小马哥 要不要去演这张7 要不要去演一张圈 去打价值 抵持2300 马拉诺打了4000 超迟的下注 我有好牌啊 你要是有点东西呢 你要是不想放弃呢 你就跟 而气球 气球说 我又拿到了第三大的对子 马拉诺说 我知道 我比谁都清楚你有什么牌 但我就想试试啊 你到底能不能负得掉 投太铁了 怎么打都打不掉 来看看这手牌 丹拿到一手A圈同色 跟Steiner的石钩啊 杠上了 镜头为什么要给到丹呢 Steiner的行动了 石钩有想法 不想放弃 他直接推low in 那么丹也是一个秒扣 石钩的话 在36张牌的桌子上还是挺猛的 那么这种52张牌的桌子呢 差那么点意思 不过好在并没有被对手压制啊 这算不幸中的万幸 那么两次发牌 来看结果 K34 黑桃比较有用 来了 Steiner同花听牌到手 胜算还有三成 合牌 发不出来 第二次 背头哥的手 我总觉得没有 没有Lauren来的那么神奇 489 Steiner双头摇顺 花顺双抽 四成胜算 干嘛说丧气话呀 Steiner说 你别给我发赢了 正好我歇会 合关一听 好 不想赢呢 还不好办吗 最终丹一个Scooper 拿下了这个底持 来看这手牌 丹K2红桃做的三败 老麦克的A8红桃跟了下来 小马哥的一手同色牌 有位置优势 也没错过 翻牌2圈9 只有丹拿到了一个最小的对子 打1000 打这么轻 这一枪打的完全没用 小马哥还是跟了下来 继续去追黑桃牌 转牌 黑桃勾 这张牌对于马拉奴的提升 不要太大 直接给到他一个后门的花顺双抽 这有点爽 没人打了 老麦克估计也不会打了 面对两个对手 没牌是真打不动 敲桌子 那小马哥要开枪了 这一枪打出来估计就结束了吧 磨叽磨叽装高手是吧 第十八千 小马哥打了六千 但这边并没有盖牌 哇 这是有动作了 反加 这个打的是真的凶啊 他就觉得小马哥这一枪很有可能只有一张十 又或者恰好拿到两张黑桃也就这意思了 那么自己的反加应该是可以奏效的 去扮演一手A圈足够用了 可是小马哥 是一手强挺牌 这牌 底值三万四啊 花一万四入尺 我觉得也能接受 赔率差那么一点点 差不太多 经过一个短暂的思考 马尔拉诺继续跟了下来 单是没想到啊 竟然没打掉对手 那么合牌 这也可以啊 这单只是想 孤军奋战去阻击对手 没想到援军却到了 合牌一张十 给单发成了顺子 我看那真爽了呀 要不要过牌 如果考虑到马尔拉诺 适用一手强挺牌来跟住的话 不对 不能过牌啊 想着马尔拉诺如果有十的话 那么合牌 马尔拉诺就拿到摊牌价值了 很有可能会错过合牌的价值 那么单应该是要下注了 打多少十能跟得动啊 打不能超过两万 推入印那肯定是跟不动了 底池才四万多 哇 单还真的是推了出来 小马哥早就想好了 你要敢推我就敢说 这个时候推欧印那除了有K没别 甚至是一手AK都有可能 好 来看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手牌 单挑 低了那口袋10对上了单的K勾 翻牌489两张草花 口袋10目前是超队翻后继续下注 K勾还要跟吗 这牌两张草花是肯定跟了 一张草花 接着跟 这是觉得单没牌是吧 转牌一张四 这下轮到单 卫手卫脚了 不敢打了 他也不知道对手会不会用四了再跟住啊 单也过 哎呦 最终合牌一张十 迪伦的春天又来了 转牌还在担心自己落后了 这合牌就怕对手没四 这手牌单是一手K勾 这是要是一手圈勾 那么又要任人鱼肉了 单说怎么着 看我盖牌松了口气吧 迪伦说 我还松口气呢 你是不了解啊 那我真太郁闷了 这言外之意就是自己啊 牌是真的好 好 那么随着这手牌结束呢 这期视频暂且告一段落 直播集结 咱们下期接着看 我保证下期比这期更精彩 朋友们下期见